是的主播 那北韩官媒朝中社呢 今天公布了照片 金正恩在平壤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部大楼 召开了第八届六中全会 朝中社报导说呢 这场会议是从周一开始的 对今年主要政策执行状况做出了总结 并且展望明年的工作计划 还有制定国家预算 那另外呢 金正恩在会上还做出了报告 指出说北韩今年经过艰苦激烈的斗争呢 在政治军事跟经济等各方面 国力都有所加强 他也提出多项明年要达成的经济目标 那根据朝中社的报导呢 六中全会的报告还在进行当中 推测会议将会一直持续到年底 那金正恩过去已经连续两年呢 都没有在元旦发表演说 而是借由这场年底重要的会议上的谈话 来发布讨论隔年的重要政策 那北韩昨天呢同时还派出了多架无人机飞到南韩领空 南韩军方紧急出动战机跟直升机应对 结果还造成一架军机出勤的时候坠毁 幸好两名飞行员都平安逃生 那北韩无人机大举入侵呢 也让南韩机场交通大乱 仁川金浦机场呢都停飞一个小时左右 造成多架航班延误 南韩军方证实呢 这是北韩的挑衅行动 等于说金正恩在召开会议的期间呢 还派无人机去骚扰南韩 只怕两韩关系再进入新的这一年呢 还会持续的紧张下去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状况 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